前新加坡的外长 居然讲 新加坡就想说 东协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柬埔寨 一个是辽国 每次都倾向中国 因此只要是 对中国不利的案子 或者说今天东协 急着要解决的问题 都没办法解决 东协要继续存在 必须要把这两个国家 柬埔寨跟辽国给赶出去 没错 这是新加坡的外长 他前外长说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东协 如果要发展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柬埔寨跟辽国 把它赶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到 外部的势力所控制 那如果他一直受 外部的势力控制的话 他当然言下讲的 就是中国嘛 为什么 因为他会拖累 整个东协的这个发展 那如果把柬埔寨跟辽国 赶出去 就是跟中国对干了嘛 当然是跟中国对干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过去 历届的这个东协的 这个会议里面来说的话 只有辽国跟柬埔寨 两个国家一定都是 坚定的站在中国后面 他们对于很多议题 都是跟中国选在同一边 那让很多国家 不能够谅解 我们主要有两大议题 一个是南海议题 南海议题里面来说 菲律宾 越南 还有马来西亚 印尼 他们都有意见 可是有意见的时候 这时候没有表达的空间 因为辽国跟简直在都说 不用讲 我们不会 我们绝对不会 我们都赞成中国的这个协议 另外一个 还有湄公河的这个会议 越南2016年因为没有水 他一直想要在东协会议里面来说 抗议中国在上面盖了很多水坝 物理值也没办法说话 所以这个就对很多国家来说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这两个国家每次这样搞 我们都没办法举行一个抗议的这个状况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现在东协国家看到机会来了 为什么看到机会来 最近你知道 美国前一阵子不是有成立一个湄公河会议吗 他就说我们要分享湄公河的水文 给所有的国家 甚至我们Google Facebook 都会来提供给你们资料 另外有日本也来 日本就说我们要扩大对湄公河会议的 美国有国家的这个补助 甚至连印度都要来这边东进政策 他都想要来抢这些东西 但是你东协要做成一个一致的协议 你就会卡在这两个国家 那这两个国家 就像别的国家想插手 都插不进去 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为了我们东协的发展 势必要把这两个国家踢掉 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踢掉的时候 他一定倒向中国 倒向中国的话没有 所以一个是美国上回有辽国 一个是下回的柬埔寨 对 那这两个国家一定永远都听中国的话 那我们东协都不用玩了 那好不容易现在有左右逢源的机会 我们就保持中立嘛 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你一定要选择中国那一边 我们闹什么搞头 所以现在新加坡当然闻到这个味道 我要两面讨好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两个国家踢出去 这样美国也会对我好 中国也会对我好 这样不是很好吗 所以现在这两个国家恐怕未来在东协的地位 就如同这个新加坡前外长说的 那干脆把它剃掉算了 好吗 好吗